但要,中国瞄准美国三大死穴,美国经济增长正被破坏,汽车也受波及,美国正为自身行为买单,三大领域连遭动机,如今连汽车也遭殃了,美国仗着自己的高人胆大,总想着让大家都围着美国转。 然而,在中国接力打力之下,美国现在的原油出口和美债面临的处境,可以说是岌岌可危,这股货水现在还蔓延到通用汽车,通用销量大幅减少。 两个方面原因或是关键,据通用汽车10月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,通用汽车第三季度在华零售销量同比下降14.9%,一致9月,在华累计销量达268万0330辆,较去年同期下华2.5%,这是通用意料之外的。 此前,通用每年在华汽车的销量都实现了低增,位于北京的通用汽车销售人员表示,经贸摩擦下,中国消费者对美国车还是持谨慎态度,通用汽车突然在中国运冷,与美国的经贸保护主义大有联系。 在美国优先主义升行之下,中国自7月起大幅调整税率,一方面将进口汽车的关税由25%下调至15%,另一方面将进口美国汽车的关税上调至40%,当然,不仅是因为政策的原因,还因为其本身车子发动机的问题。 受到市场对其汽车质量的怀疑,通用汽车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,对于通用来说至关重要。 2017年,通用在华销量达到400多万辆,甚至超过了其北美市场的销量。 中国每年给通用汽车公司带来的收入,基本上,都远远高于美国或欧洲。 在中国,秋季至第二年年终是轻车销售旺季,已有业界人士不无担忧地表示,通用汽车今年的销售形势不如乐观。 美国行为后果显现,美国打斗,石油深受其害不过。 若是要比惨,通用客真不算是赢家。 8月起,中国石油进口商将美国原油置之门外,由此,8月美国原油出口将至174.9万桶日,7月的出口量为213.9万桶日。 失去中国这一金主后,美国原油出口大幅减少,原油市场情况可以说十分不妙。 而另一边,中国也开始酝酿着对美债下手,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,作为美债最大持有,国中国7月份将其持有的美债,数量减少到了1.2万亿美元,为三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。 路透专栏作家Janny McGeeber指出,持有1.2万亿美元的中国,即使中国不抛售美国国债,但仅仅是不进一步购买美债,就可能推高美国的借款成本,并破坏美国经济增长。 石油、大斗和美债三大领域遭重击,中国瞄准美国三大死穴,美国经济将更受伤。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,能保证安居乐业,就是人生的重要幸福源泉。 美国大欢呼噜不大棒,一方面把自己弄得晕头转向,另一方面也伤了美国这些做买卖的人的心。 而美国一向依赖债务生存,一旦中国开始抛售美债,美国只怕还会更难受,苦海无涯,希望美国及时回头。 关注近视数据,第一时间了解国内财经大事件,掌握最流行的赚钱秘籍,研证,本文为近视数据独家编撰,除虚,请注明出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